我會討論發揚神屬性的分享方式 我們討論發揚神屬性的《查經法》和《廣道法》 在《查聖經》和《廣道》 都經常被人看到神的屬性和恩典 這對於我們整個靈命都有幫助 譬如說,當我們知道神是喜樂的神 神是很輕鬆的,因為耶穌說我柔和謙卑 祂說我騙是容易,我單止輕散 即是你負我騙是不用有壓力的,是可以輕散的 其實神是一個輕鬆的神 當你明白神是一個輕鬆的神 因為祂是喜樂的神,又充滿愛的神 又容易接立人的神 當你明白祂的屬性 然後知道有些屬性就是祂的恩典 恩典就是祂愛我們,關心我們,跟進我們 陪伴我們,接立我們 這樣的時候,我們對於看聖經 對於講信息 都會經常被人看到神多好 人就會鬆了 因為很多人親近神都是用律法的方法 即是不知不覺 雖然知道神是恩典,但他們就這樣想 恩典是很多人來說是怎樣想法呢? 你有罪,求耶穌赦免你,耶穌因為你死了 求耶穌赦免你 耶穌赦免你,耶穌救你 耶穌會繼續光在你,聖命感動你 那你就開始看聖經了 你要看祈禱,你要順復神 你要傳福音 這樣就變成怎樣呢? 神就救你,幫你,加力量給你 然後你就開始聽話了 你要看聖經,要看祈禱 全部都對的,涉控神,什麼都對的 不過人就會開始這樣想 前面一部分就是恩典 後面的部分,神都是給恩典 不過很多都要你做 你要做的 於是人就覺得要做,要做,要做 就會有一種壓力的感覺 尤其當他做得不夠好 如果他做得好就沒問題 如果他做得好,都會有問題 因為他都會有壓力感 還有他會有內疚和比較的感覺 但如果做每一件事都會這樣說 例如祈禱 當時有人祈禱說 你記得祈禱,祈禱會給你力量 會幫你 你不祈禱就跟神的關係疏遠 都是著重我們應該做 但如果說祈禱的時候怎麼說呢? 就是神是很疼愛我們 很愛我們 很想跟祂有親密關係 當你一祈禱,祂是很歡喜 看到我們祈禱的 即使祂的恩典來到,祂很樂意給我們 就不是說你要祈禱多少 總之你一祈禱,祂已經很想祝福你 這樣的心態就會輕鬆 原來古力人祈禱不是說 你要祈禱多少,你要怎樣祈禱 而是說,神很喜歡我們祈禱 當你一祈禱,祂未祈禱,祂已經想祝福你 當你一祈禱,祂的恩典便會傾到你 無論做什麼,基督徒的責任 都會覺得是神的恩典推動我們 這就是發揚神屬性的查經法和講道法 就是經常被人看到神的屬性 他的本性多麼美好 然後神就喜歡他 不,人就喜歡他 然後人就喜歡親近他 好了,我今天想說的是 發揚神屬性的分享方式 很多人分享就會怎樣說 我本來發生了意外,神救了我 多謝天父,神保守我 這就是普通的分享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說,也有感謝神的 神救了我 但如果用這個發揚神屬性的分享方式 是怎樣呢? 就會去想 我本來有這個意外 差不多撞車了,發生什麼事發生了 神一早知道這件事發生的 然後神就預備定方法 而那方法是剛剛好的時間 你差不多要撞車了 神就把車拿走 或者有件事發生 你本來截了手指 但神令到那件事截得不太痛 沒有那麼大力 沒有斷到 神一早知道了 他的屬性是什麼呢? 他的屬性就是先知 他一早知道了,他全能的 而且他很關心我們 他在世事都關心我們 在所有的事上 他已經知道了 他已經定義幫我們 然後在適當的時候 他就會做功 這就是他的陰典 他的性就是關心 有能力 又知道一切 他又會安排好一切 又有目的 想興起我們 有些人會這樣說 他會反駁 如果神真的無愛 那便不用我們 正沒有困難 正沒有困難便可以 但如果這樣 人人都從小到大 都沒有困難 又未必會依靠神 又不是神特意 做到意外發生 是意外在世上會發生 神就 他一早計劃定怎樣幫我們 他計劃定怎樣祝福我們 計劃定怎樣幫我們 怎樣救我們 加力量給我們 在適當的時候 他就做適當的事 我親身經歷 那次車轉在冰上 本來沒有冰 整條路都沒有冰 是完全是 整條路很順暢 又沒有下雨 又沒有下冰 又沒有下水 甚麼都沒有下 但走到那裡 忽然間地面哪裡有冰 車就轉 一轉完 由一條線去第三條線 去到中間 高速公路分開 它分開的部分是很闊的 正如中間有草地 走到中間 然後一過到中間 然後火車重來 如果稍微遲少 稍微遲滴 都被火車撞到 稍微快些 或者遲少也不行 但是呢 很感謝神 我以往都會想到 這就是神 但是我會再想多些 神一早知道這件事要發生 神會有方法 令到那個車和我有距離 以至在轉的時候 祂不會撞到我 祂又能夠保護我 但又給我一個教訓 讓我知道神原來如此愛我 那麽關心我 看到神的屬性 祂的掌權 所以我的生命一輩子都在祂的手中 我又看到祂關心我 祂有能力 又是最合時的 不是遲了的 這樣呢 這個就是 看到祂的屬性 當我分享的時候 就會這樣說 一方面就是 看到神知道我的問題 又在適當的時候幫我 而大家可能也有些困難 神就會在適當的時候幫我們 可能有些人 就是 我這個詩人就說 神已經知道我的問題 神定意幫我們 所以為何你會來到這裏 就是你會尋求方法解決 可以得意志得釋放 就是神已經定意想幫我們 祂有這種關心的心 祂不會覺得這是小事 就算是有時被人傷害 被人罵 很多人說沒事 不當是沒事 但神不會當是沒事 祂一樣會關心 但有些人會反駁 如果這樣 神不用讓我救這麼多年 如果神是這麼及時 一早已經阻止這件事發生 的確這世上 有很多人受傷很多年 很長的時間 事實上現在很多人也是 很多人也是 因為其實過家庭也有 一本難念的經 也是有困難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在受傷 甚至現在可能都在受傷 神能夠把這些困難全都拿走 因為這個世界就有罪 有罪就有這些困難 但是神就會在適當的時候 當我們願意的時候 神就會介入讓我們能夠得到釋放 有些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懂得釋放 又不想得釋放 但是這個時候 神介入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得釋放 又為我們預備的方法 就是神預備好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準備好了 在適當的時候 有適當的人幫我們 不單止分享這件事 也要分享背後 神的屬性和恩典 當然我們不能將它拖得太長 只是講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你不用逐個步驟分析 比如那次我差不多叫了 手指差不多斷了 因為神知道的 神有能力的 神有計算過 他的數學很厲害 他可以阻止那些力度 讓他不會結到我的手指 這也是神的關心 讓我以後都記得 神在我裡面聖靈動工 神就懂得教人 他就在我裡面感動我們 讓我知道這件事 就是神的保守 否則我已經沒有了手指 沒有了三隻手指 那也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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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後懂得感恩 在整個過程中 每一件事神都做 有他的屬性 他有這個教導的屬性 他有這個能力的屬性 他有這個智慧 他有這個準時 這個關心 全部都有 但我們不用一定要講完 就選哪一兩樣的 一兩樣來講 就要分享 有過程 過程中發生什麼事 看到神背後的屬性和恩典 然後我們本身感激 謝謝神 我今天能夠彈琴 今天能夠握手 今天能夠彈吉他 我也是感謝神 讓我的手能夠正常運作 這就是由一件事 去看得到 對於神更加認識 所以今天我就想大家去操練思想 有什麼事 今晚就讓大家去操練 今晚我都會講這個訊息 講完之後 那你現在先想定 因為你現在早到了 你先想定 有什麼事在你生命中發生 神就有祂的時間 然後如何幫到你 醫治你 安慰你 祂的屬性 祂的恩典 以至在這件事上 一方面得到幫助 第二方面 是學到一個教訓 如何能夠你的生命 神透過這件事 教導我們如何提升 我們的生命可以更高一層 更上一層 如果不是有這個經歷 可能我們不懂得更上一層 祂的雪